掌聲歡迎大嘴巴 非常歡迎他們來到新加坡 宣傳新專輯流感 歡迎 你們好 我們是大嘴巴 流感可能大家剛開始聽到的時候 會認為說可能是流行感冒對不對 但是其實不是 其實是流行動感 我們希望我們的動感 能夠像流行一樣 然後就是慢慢傳染給大家 然後就聽到我們音樂 或是看到我們在的地方 都會有歡樂 然後比方說我們跳舞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跟我們一起跳舞 其實我們這一張專輯 其實是去年暑假的時候 本來要發行的 但是中間有一些狀況 比如說懷秋有長繭 喉嚨有長繭 然後所以我們中間有大概 多久啊 一個多月 快兩個月的時間暫停 然後他是 就是那一個 那一個月是完全不能講話 就不能發出聲音就對了 就讓他休息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 格局的部分要 我們要等到就是最好的 音樂出來 我們再去錄 我們也不會為了因為想要趕快發片 然後就趕快錄 就比較不會這樣子 所以就是等到最好的東西 就是懷秋的喉嚨的狀況 要最好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音樂最好的時候 而且一直拖... 然後拖到現在了 對 所以就是有大概一年半 快兩年的時間了 歌詞的靈感其實都還滿簡單的 就是平常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把它記下來 那因為平常... 其實我還很感謝問幸運啦 就是因為我身旁有幾個好朋友 然後他們很會說故事 然後他們常會把他們發生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告訴我 然後他們身邊的狀況 所以就會變成我寫歌的一些靈感 所以他們發生的事 然後可能他們跟他們男女朋友之間發生的事 感情方面的事 然後通通都會被我拿來寫 然後我寫了之後 也會告訴他們 可是當然不會是 我很少一首歌裡面就是一個故事 可能是一首歌裡面其實有三、四個人的故事 然後有些是我想到的 可能看完一場電影 反正就是很普通的東西啦 對,這是... 其實大家生活中都會遇到的東西 然後把它寫進去 覺得好玩 不用啊 團圓生活不用 團圓生活的感情生活 都從週刊裡面找到就可以 不用從歌裡面 對,我不用寫進去